法師哥 師兄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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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禮拜 也是一樣 有很多的大事 首先 一個禮拜 來我們度了 父親節 在我們的生命 父母孕育 讓我們的 法師匯命 是 釋迦牟陀佛 來讓我們 找回自己的 本來的家 回到自己 本來的地方 同樣的 這個禮拜五 農曆的十三 是 大事日菩薩 的聖誕 我們知道 阿彌陀佛 兩位 寫世菩薩 觀世音菩薩 跟大事日菩薩 大事日菩薩 代表著 在過去的因緣 願力 過去曾經 大師之菩薩 是阿彌陀佛的 兩個小孩 阿彌陀佛 當時是一國之王 此外 以這個因緣 到後來 就是 修行、成就、以願把這個因緣轉成道用 就有了這樣一個法的談成眷屬 一起再來讓眾生可以解脫 我們知道一個人要能夠往生 除了慈悲蒙佛菩薩接引 必然要有光明的力量 而大師之菩薩的表法就在於光明 這個力量是來自於光明的接引 我們知道在佛法上光明代表這就是智慧 而且要有大力 就是我們常講大力、大師之 大師之菩薩在藏傳 也有因緣視線為金剛所菩薩 也就是通靈護法來捍衛正法 那麼也代表著我們今天要能夠在夜往生 還是需要無法的協助 因為我們知道我們自己業重 而且很不圓滿 雖然沒有大的過失 不用先去還債 但畢竟還是會有業力或者外援的干擾 總希望在一個因緣包括法會 它必須也有外內密層的護法 因為在種種的因緣裡面有不同的展現 包括我們所謂的生與意 包括我們所謂的生與意 或者在我們進化成 外內密的所有坦誠的時候 自然要有護法來 把這些因緣能夠恩威並用 轉成法源 因為這些就像極盡尊 慈悲到極地的時候 極致的時候 菩薩會獻金剛怒目 要威懾一些膩的因緣 雖然說不餓 但是必須還要能夠呢 將這些言緣呢 這樣為盜用 那麼不是每一個眾生都具足這樣的功德 所以我們就明白 大師菩薩在我們要往生精土的時候 也是十分的重要 特別我們在過去也講過 菩薩有念佛人通這樣的成就功德 我們就知道 我們就知道 念佛法門 是大師菩薩呢 他成就的根源 而這個念佛 而這個念佛 其實我們總以為 就是嘴巴一直念 而我們入經障才明白 其實並不是這樣 我們一樣呢 要行持 普選的這個十大願望 你首先還得參與 像今天 在我們傳統的文化呢 它是天色日 天色日的意思就是 這一天的因緣很吉祥 它可以在這一天 做赦罪的 這個 懺悔的法門 那麼這樣呢 能夠呢 事半功倍 所以並不是只有呢 在 我們呢 要懺悔 其實人 沒有 十全十美的 那麼一個 有意義的人生 他就是 要能夠呢 持續的 改善自己 那麼不管你要 做任何的事情 也是一樣啊 你要學習一個技術 或者一個運動 或者你要經營一個家庭 一個公司 原本 就是知道自己不圓滿 那 自己認錯 然後呢 持續去改善經營 所以 種種的因緣 我們就知道 反求諸己呢 是很重要的 我們就知道 天助自助 並不是只有祈求 而是自己呢 也得呢 配合著 持續的改善 當然 最大的敵人 是自己 我們看 最近這個禮拜 國際局勢呢 也有很大的 洗牌 然後 重組 一方面 是 很多事情 因緣成熟 因緣成熟裡面 它就會呢 成就 一些 大家 要 持續改善 這樣的 因緣 因爲 大家心裡 有這樣的願嘛 那麼 這些 就會顯現一些現象 一方面 也是讓大家看到真相 二方面呢 也是讓大家 在這個因緣成熟的時候 能夠有機會 持續改善 因為天意 一直是這樣子 因為天意 一直是這樣子 除非我們人啊 明完不靈 那麼 自己呢 我作所謂 感召所緣的 境界 所以當我們自己 知道 真相 知道自己 應該 調整 願意調整 那麼 就會有機會 就像以前啦 天災 皇帝也就是稱為天子 也就是天的代表 在人世間 他就會 在天壇呢 祭天 然後 你自己呢 就遭罪 也就是 自己承認自己的罪 然後 為了長生 所以 這個就合乎天意 因為 有過失 文過 而喜 雖然已經發生不好的災難啊 或病變啊 但是你知道自己呢 還有檢討的空間 才會導致這樣的災難的時候 你趕快轉舵 因為 上天總會給我們機會 除非這個業已經 太沉重 你必須先償還 那麼當然就像文具菩薩講 你還是得 無量節的 繼續還債 那麼同樣 現在呢 速度加快 因為這是一個火鞋 像火一樣 火速 那麼包括現在 有了AI 人工智慧的 這種進步 它的進步也是火速 然後現在我們也看到 戰場上 有了AI的介入 它已經不只是科技 它配了AI等於 如虎添翼 所以軍隊的進展 是火速 那麼整個局面 配合業力呢 會洗牌 然後重組 但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讓大家有一個機會 就選擇 你要未來怎麼 選擇自己未來的人生 公開 比賽 你還要 請問 那 acak 看 現在 你 там 你選擇 你選擇 你是在 你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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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選擇 你選擇 你選擇 它可以很多事情传達得很快 火速 然後呢 都互相牽連 不只是我們講的貿易啊 供應鏈啊 或者海運 空運啊 這些網路啊 都是 包括今天一個地震 它的振波 它對地殼的變動 或者地底呢 它的連動 因為地球只有一個嘛 下面的龍江 你地可以變動 下面的龍江引出來的火山的危機 它是互相有連帶關係的 或者說 我們講這個地城呢 它的升降 過去呢 在海底現在浮上來 那麼也曾經呢 過去在 陸地現在沉下去 大家是一體的 共業的 所以從這裡呢 我們就更明白 因為現在科技呢 已經可以驗證剛剛所講的這些概念 不再是個人的小物 或者是一個家族 或者是呢 一個國家而已 它是呢 圓融的 但是它是什麼 但是它是一體為新造 你的心 所造的 所感造的 因緣 都是 心在造作嘛 所以人類現在也越來越清楚 一切呢 是從 自己的心念呢 所造出來的 那麼以現在AI的科技 它會配合量子物理 那麼甚至有些化學 例如說 AI 它已經可以快速的演算 你的蛋白質 RNA DNA 這些對身體的變化疾病 將來每一個人的疾病很快 可以做預防醫學 甚至於做相對的治療 已經不再是過去的檢測方法 跟治療的這個下鎖處不一樣 因為這個配合後面的生化科技 那麼 同步進行的呢 還有呢 在神經系統方面的 這是我們講的 對於呢 我們的神經元 因為我們人是活在自以為式的 跟層式的運作裡面 我們一般呢 所面對的境界 這種就是我們講的承攬 你耳朵聽的 眼睛看的 身體的感覺啦 內心的意識的這種運作 所呼應的 那麼這些是透過神經系統的傳達 而我們人現在都還在意識 前一世 目前是還沒辦法的這個任運 但是這一部分 我們在出的部分 AI 它已經可以 例如說 我們現在的科技 可以呢 用這個眼睛來控鍵盤 或者用聲音 這個音波啊 來開自己的手機 或者你在家裡呢 也一樣 這些電器 也都可以收聽這種音波 那麼相對的 科技的發展 這些波能呢 它會呢 來讓我們先想事成 你從VR到AR 那麼AI 最後會發展到 普接的 HGI 也就是它 General 就是普遍性的 就是統合性的 就是統合性的 這個速度也很快 因為現在很多事情 它是火速 那麼這裡面呢 就像現在的自駕車啊 以前我們呢 要學交通規則 然後呢 學 然後呢 學 這個教練場 還有道路駕駛 那如果現在是自駕車 你只要上車就好了 就上車就好了 你變成是一個輔助 下指令 我要去哪裡 然後基點 要到 那自然呢 之後到了 車子就來了 他請你一下上來 你沒感覺是在坐車 它就是一種移動 將來的移動的動力 不是汽油 也不是所謂的電池 它的動能呢 它的能源 四處都有 大家想想 很多的能量 我們地球的磁場 跟外星的互動 這整個洋流 這整個雨帶 或者我們知道 很多動植物的 它的成長 它來自於 這些地水火風的能量 是可以轉換的 這些都是 我們現在在提倡的是綠能嘛 太陽能啊 風的能量啊 等等啊 太陽能啊 風的能量啊 等等啊 所以這些 未來我們呢 都可以呢 往這邊去 心外求法 去進步去發展 而我們的更成事呢 說真的 會很舒服的滿足的活著 甚至於剛剛講的 你身體的障礙 很快的 會得到救護 但是如果是老化 可能要更換 我們現在有這個3D 裂運 很多東西它複製啊 很方便 因為這方面也會進步嘛 就算不完全一樣 但可以取代 那到時候就會又發生 所謂的人非人 那你到底是男人還女人 你到底是人嗎 所以奧運將來的型態 可能就不一樣 那我們的運動員 有了這種優渥的環境 過去要苦練了很多的技術 怎麼練 你坐上車就好了 你不用再 學駕駛的技術 其實我們過去的方向盤 騎車它都是機械式的 它沒有電腦 所以很重 我常常要加水 那倒車 沒有顯示 你脖子都要轉過去 然後要暖車 現在很多 有了電腦以後 車礦裡一目瞭然 人已經變得很懶了 那後來會更懶嗎 因為進去根本不像車了嘛 你高興就放在這個駕駛盤 你不高興就放著看你的書 或者你根本就坐到後座 那未來會像無人機一樣啊 它走的路線不見得只有 這個 在馬路上 它可以持縛啊 那至於它的速度 其實最快的還是我們的念頭 那你說有多快 就像我們一個按鍵 一個信息出去 幾乎是同步 就像我們沒有 我們現在是無限 看不到摸不到 但是它卻傳達到了 所以在修行上呢 有了這種方便 其實是比較 沒辦法修的 因為你即使是想念佛 你要怎麼樣 從這個 蛇跟耳根 跟你的意識 不被這些人工科技智慧 所控制干擾 你才能訪問自信 念佛者誰 你的根層式 如果被他們的方便性所控制 你已經沒有辦法練習 你自己 你自己 心想事成 幾乎就是永恆 而你最後 也因為這樣 你自己 跟人工智慧會會結合 那到底 誰是人 誰是非人 這個機器人 就是 你自己 你自己 哪有可能 既然 經過 我們人 的情緒 神經的運作 它可以 幾乎跟人一樣 有一個 自我的 定位 因为人交给他的嘛 所以 他的能力又在人类之上 最后人类之后也继续成长 最后人跟非人 才能够和平 我们看很多过去的星系大战 这些电影 最有人类跟某种非人类 一起共事 那么这是未来可能的一个趋向 除非我们现在做新的规范 那以我们学佛来说 我们原本就是访问自信 自尽其一 你根层是回到根性自信 是要不停地练习 不停地熏习 不忘失菩提 对不尽众生 实际上 你还没度尽众生 可能就成佛了 因为佛度有缘人 有的因缘不成熟 在你的法界 那也很难 结上这个因缘 就是结上法的因缘 所以我们学佛是要善用这个射身 这个射身有太多的可能 我们的所知障都是障碍 我们大部分都是 二元对立嘛 好坏啦 内外上下 男女左右等等这些 这些虽然是一种错觉 对我们来讲 是访问自信的一种障碍 但是 它可以转回道用 因为我们有了空正剑 有了空正剑 就可以起步 从十善 把本来人性善的种子 让它长大 然后呢 知道苦空无常 能够从二圣 去学习 我们知道自己呢 是我 那么你如果从因缘法 就会像圆觉 能够在空性上呢 更成就 但僧文可能它会有 法我的这种执着 那僧文总是 会有知识上的进步 但这个进步 你要拿掉 等于说 这个过程呢 跟圆觉呢 比起来呢 会 复杂一点 就像呢 阿南 导致的开悟 阿南没办法开悟 那么我们就明白 阿南的这个智慧 让我们见识到 虚实之间 就在我们 这个地球人类 天天都在表演 现在有很多 认知上的 认真假假 因为很多 我们所说的 假的信息 或者我们本来 以为的 因为科技 或者种种的认知 我们一直 在对与错之间 一直在打破 原来的所知 或者我们被骗了 我们又以为 这个才是真的 所以当我们 学了经典 才知道 这些 演了彼此的真意 是需要我们 去验证它 去超越它 行生 波罗波罗蜜 去练习它 要行生它 那么我们就知道 今天AI 即使 它在 文跟诗的部分 它的演算力 很强 但在修的部分 才是真的 但是我们 在文诗可以去利用 但是基本上的 这个教科书啊 是很重要的 因为你只有叫 这个主轴呢 你没有 误区 你才不会 自以为是 自占回它 而不知道呢 如来真实意 如来开始误入 要我们录什么 哪会知道啊 而不是拿我们啊 自以为是的 所听闻的 然后呢 以为自己 就在学佛 所以我们一般就是 在经典上 那如果你要学 秘法 那还是得从呢 秘中的这个 教主 主师 联师这边呢 去明白 其实是不饿的 我们之前几年讲的 这些经典 跟现在在说的 原师的这个心谣 没有分别的 既然为经 它就是我们讲的经纬嘛 经纬代表的这个 是像编织一样 它是一个网路 它是相通的 经纬度 它是圆融的 所以六祖谈经 就代表 六祖 所开眼的法 它就是 经 那么 我们在 学佛的过程 我们发了普立信心 经菩萨道 从六度 再到十度 也就是从外的普立信 他在修外面 六度 波罗蜜 把自己 夜里 洗漆 透过这个六波罗蜜 然后往波罗道 去走 到了 我们生起了 要觉有情的 这个念头 开始进入到 后面的 这个四度 也就是六加四 你十度 一起运作的时候 真的 浮灰质量 会更快速的成长 那么这个时候 就更能进入到 我们自己的 内心的法界 法心 法身 所以即使我们呢 讲到这个 内的部分 他已经升起 绝有情的愿力 你绝有情 你就是自觉绝他嘛 你自己要绝嘛 要不然你就是 你忙倒忙啊 虽然没有完全的 绝有情 但起码呢 你不能偏离 自觉莫尼佛的教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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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为了绝有情 你要让他呢 绝悟 开悟 或者让他解脱 那么 并不全然 只有 在声闻圆觉 那样的次度 也就是他的这个次力 他的程度 不止 要进一步的 在自信上 因为空正建固 你能够 开始转动 妙法 其实讲妙法连华经 讲的就是成佛的路 当然 你有了这个普立心 那么你又能够呢 修剥落到 就要在 我们讲的 卸定会上呢 深入 从呢 所谓的 佩解脱戒 开始 到大圣戒 大健康圣的戒 就要是 来帮助自己的戒性 能够呢 呼应到呢 自己的 这个本然的 这个自信 所以 所以往往 在 许多的取舍上 自己呢 在行持的过程 只有在行持的过程 你才能够进步 在文思上面呢 在文思上面呢 我们没办法 随着 我们行持 愿行 而更展开 所以那个时候可能呢 你需要一些 大小物名 让它方便 利益众生 利益众生 因为呢 每一个众生的因缘 跟其不一样 有的你要呢 从这边跟它 引进 有的你要从这边 跟它接引 所以在次第上 我们要很清楚 除非 自己的过去的因缘 愿力 就是它有一种 特长 要从这里呢 去接引众生 因为我们在 这个说法呢 目前 大家的状态 就是这样子 当然我们读过 其他的经典就知道 讲经说法 不一定需要语言文字 有的香气果 就用香气 有的呢 是用 波能 不一定呢 用人类的语言文字 当然不过语言说法 各取所需 因为这些的转换 语言变成文字 语言也可以变成影像 叫AI 你给它语言 它变成影像 所以我们不能执着于自己呢 所知 认为它是绝对的 因为在我们还没有呢 测见自信以前 都要虚心 去学习 然后呢 去改善 自己呢 能够知道呢 释迦牟尼佛的 精神 它的真实意的时候 就不会偏 因为你最后呢 是依 是依法的 最后是依智不依智 所以对于这个根层式 终究是要透过 法 透过意 透过了意 然后你 最后呢 开显自己的智慧 这条路是必然的 那么这条路 有许多的 考验 要打破的 除了自己的 阅历无名烦恼 无知啊 很多是无知 又偏偏自己自大 所以很多问题 最基本的问题 其实都是在自己 好了 书读多了 来自于呢 自己经典看多了 都变成所智障 因为自己执着于法 然后变成佛有子 很难讲赢他 就说他 但是他 后来 他 也曾经有过这么一个阶段 因为他变境没有人赢得了他 但當他看到我海無涯 就知道自己搞錯誤會了 或者有的人過去毀謗大聖 因為自己呢 以為自己有若干的感應神通 沒辦法去體會大聖的慈悲 他以為自己的成就 他不知道真的大聖菩薩沒有成就啊 他不是為了自己的成就 這就是完全不一樣的我們講的心態 這樣大家就能夠更明白 聯師在這個短短的給空行的法教裡面呢 他已經講完了 斯加摩尼佛的這個法藥啊 講完了 所以希望大家呢 如果珍惜呢 這個因緣 這個因緣 以顯密來講 你有分別就沒辦法見性 你有大小高低就沒辦法平等 你有所謂的悲見啊 跟這個高尚啊 也一樣啊 你沒辦法轉這個因緣 因為你的心不平等 因為你的心不平等 或者你認為有內外 外也是你的所遠近啊 就像根層似 你有喜歡不喜歡 那勢必就會有煩惱啊 那誰都是往喜歡走 那你不喜歡就感恩啊 能過而喜啊 就如此類啊 或者逆境也可以增上啊 很多祖師 他以病為友 以病為師耶 他一轉 這個病就是老師了耶 他從這裡可以學習啊 所以 許多 對境戀心 他是需要一個境界 來讓我們體悟自己的人生啦 你看我們在奧運的選手 他需要一個沙包來練習 講拳擊啦 他需要一個陪打的來跟他練習 甚至於他要去做一些友誼賽 讓他練習 所以他並不怕這種對勁 一個人 像我們在服役 有的人他運氣好啊 抽到所謂的 比較後勤的 比較後勤的 像啊 行政啊 或者這個 其他的這個 我們那個時候考育官 他們在上課啊 行政的啦 財務的啦 財務官啊 行政官在上課啊 他們需要的就是這樣子 那可能有的運氣好了 當兵也是上下班啦 但是你今天像我們抽到步兵啊 你今天要面對的 你今天要面對的 要來 可能跟你肉搏戰的敵人 然後是用上課的心態 但是我們 是在生死之間 或者是在捍衛呢 國土的第一 第二線 那 我們要承受更多的壓力嘛 要不然你怎麼會進步 那我要活下去啊 我不但自己活下去 還要讓我的老百姓也能活下去啊 所以 這個壓力就造成我們的訓練呢 不舒服啊 因為 唯有這個對勁 你才能夠訓練出一個 巨隔的 一個戰士 因為 我們是 打仗的 你要會使用 這種種的兵器 而且 如果你是 帶隊的 帶兵的 這幾十條人命 是在你的手裡啊 你的弟兄啊 你要把他們帶去哪裡 還是他們帶去哪裡 賺辱的 這幾十條人命 他 菩薩的慈悲絕印 還有大四肢菩薩 你要有大力 才能夠自己的願力也好 自己的解脫力也好 你才能夠真正的視力利他 所以今天呢 讓大家明白 未來的AI的紀元 自己要怎麼修 然後現在即使是念佛 要怎麼超越自己 你的念 要能夠入心 那麼今天有人在問說 有一個人 發願要做多少遍的 例如說念佛 可是他念不到 只念了一半 就可能沒辦法再念下去了 他能解脫嗎 其實不在於你念幾遍 你能夠心誠則靈 你心要定下來 要清靜 心靜是國土靈 你這樣子去念 每一遍都有功德 不要在意你自己有沒有念完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是慈悲的 他不會說你功課沒寫完 但是你如果心 在自己呢 不願意去調伏自己 不願意住進起義 或者反求諸己 任這個意識呢 做怪 那當然 就變得作用非常的微小 甚至於你可能干擾到別人 因為你 沒辦法 心定下來 所以希望大家能夠明白 不在於呢 這個次數 要做這個念佛願通的話 所以以前我們不懂 我們呢 我們呢 都要做這個念佛願通的話 我們在這裡呢 覺得很懺悔 很慚愧 也認錯 並且恐怖呢 這些業果 因為我們看到啊 真相後面呢 所帶來的 這些 業力現前的狀況 很恐怖 並且遠離這些 虛虛假假虛虛實實的 這些現象 輪迴 所以我們願意發 普利心 而且 這個普利心是願心平等 因為它都是我們的所緣 都是我們用來 轉為道用的因緣 而且我們要 念報佛恩 因為 一個人呢 你忘了 釋迦牟尼佛 忘了菩薩 你忘了 你說你 學得多好 不對的 那麼當然還有 世仲恩啊 父母恩啊 國家的恩 這都要報 而且觀罪心虹 其實這個七星就是我們呢 真正的忏悔 也是我們學佛的 很重要的七個指標 我們到底有沒有在學佛 看看這七個 AI沒辦法嘛 所以你不是學AI能回答的那些文字啊 或者影像或語言 而是你這個七星在哪裡 這個是比較重要的 我們今天是這個 天色日 我們也希望呢 在這裡能夠忏悔 射罪 射舊 無論是過去 現在或是未來 因身口意的造作 被我傷害過的因緣眾生 或因身口意的造作 所招感的諸多不順和苦難 不管是身體上的還是精神上的 我都願意接受 業果法則並慚愧的懺悔 因為無明 因未聞四種真諦 無量起來 我們彼此傷害 冤冤相包 往受諸苦於六道中 無有初期 我們的希望解脫 願一切被我傷害過的眾生 無精神的痛苦 無身體的痛苦 願你們保持快樂 願一切 如果有因緣的軌道 非人眾生 得聞佛法 求生善導 虛向解脫 願一切 如果有因緣的人 或非人眾生 分享我善業功德 並回答善哉 善哉 善哉 愿一切眾生 分享我的功德 愿以此功德 雙嚴佛淨土 上報四同恩 夏季三土苦 若有見聞者 喜法佛理心 敬此以報生 敬此以報生 同生其樂果 今世的雙親父母 家親 眷水 冤親 心載足 流產 流產 遼者隱產 獵門 我曾杀害 伤害 亏欠过的所有众生 其他们所有的一切因缘众生 所有一切有缘无缘 有形无形 一草一木 一杀一成 万缘和虚空法界一切众生 愿他们归信三宝 修学圣身般若造成佛道 这里有讲到菩提心 我们现在在讲 我们可以发愿做一个菩萨 当我们慢慢的修到 我们讲的内菩提心的时候 你心的变化 自大而来 因为你的愿力坚固不退 你的身就是你的法器 他的因缘不管是你的四大 还是你的这些九旋七族 自己的亲眷都会得到利益 来自于有一天呢 你要帮助众生 因为你的普通心 你摸摸他 他的病就好了 不是你有什么法力指什么咒 不是 是因为普通心 你的心气就可以给他加持 同样的 你今天要开光加持法器 或者是金身 不在于你用什么仪轨 在于你是什么能量 你的心是不是跟法界 能够感应道交 你如果跟魔界感应道交 那当然就很危险 所以我们要明白呢 这个菩提心呢 非常重要 当然我们从外呢 慢慢的修进来 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字地呢 差不多已经讲到 要讲到密菩提心了 愿我无敌 无危险 愿我无精神的痛苦 愿我无身体的痛苦 愿我保持快乐 愿我的父母亲 我的导师 亲戚和朋友 我的同修 无敌 无危险 无精神的痛苦 无身体的痛苦 愿他们保持快乐 愿在这寺院的所有修缠者 无敌 无危险 无精神的痛苦 无身体的痛苦 愿他们保持快乐 愿在这寺院的比丘 比丘尼 三明三明尼 善男子 善女人 无敌 无危险 无精神的痛苦 无身体的痛苦 愿他们保持快乐 愿我们四肢聚的不施主 无敌 无危险 无精神的痛苦 无身体的痛苦 愿他们保持快乐 愿我们的护法神 在这寺院的 在这寺所的 在这范围的 愿所有的护法神 无敌 无危险 无精神的痛苦 无身体的痛苦 愿他们保持快乐 愿一切众生 一切活着的众生 一切有形体的众生 一切有明相的众生 一切有身躯的众生 所有圣者 所有非圣者 所有天神 所有人类 所有苦道中的众生 无敌 无危险 无精神的痛苦 无身体的痛苦 愿他们保持快乐 愿一切众生脱离痛苦 愿他们不失去 以正当途径 所获取的一切 愿他们依据 个人所造的因果而受生 上至最高的天众 下至苦道中的众生 在三界的众生 所有在陆地生成的众生 愿他们无精神的痛苦 无敌 愿他们无身体的痛苦 无危险 上至最高的天众 下至苦道中的众生 在三界的众生 愿他们无精神的痛苦 愿他们无身体的痛苦 危险 违向功德 愿此功德 众善根 累世愿亲 统善恩 由自解脱 愿之解脱 出苦恼 共证 菩提 正有情 我们再来做解脱 世界法 那么要失流离光如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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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日光片照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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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月光片照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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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十二药叉大将菩萨 那么十二药叉大将菩萨 那麼十二要擦大將菩薩 可以觀想自己的心願 心友 元前哉主 律代祖先 九泉七主等等 一切六道眾生一起來做這個拱修 弟子某某自成祈求大慈大悲 要失流的光如來 即要失海會諸大聖宗 只被證明弟子某某 因為過去聖宗不明果 有殘害欺惱 有情冤親某某等 今日日心在佛前 向有情冤親某某等起來懺悔 弟子某某自成祈求大慈大悲 要失流的光如來 自被加疲 令弟子某某 欲有情冤親某某等 能夠解緣事結 轉惡緣為善緣 那麼 要失流的光如來 要失流的光如來 那麼日光遜照菩薩 南 epsilon 9 日光遜照菩薩 那么十二要插大将菩萨 那么十二要插大将菩萨 那么十二要插大将菩萨解冤证 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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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了多生冤汉夜 洗心底律发千成 应对佛前求解决 要施佛 要施佛 要在人寿要施佛 对心满愿要施佛 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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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了多生冤汉夜 洗心底律发千成 应对佛前求解决 要施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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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心满愿要施佛 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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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了多生冤汉夜 洗心底律发千成 精对佛前求解决 要施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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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心满愿要施佛 回向 愿以此功德 回向消灾弟子 某某积累 室友 行冤心等 业障消除 不会增长 身心柔软 清凉 自灾 愿以二元 聚足善缘 归三宝发普理心 同生信徒 照日成佛 gut almighty re-lium 那回向这里 我们就可以明白 除了我们做这样的回向 我们快要帮助自己 就是离教风行 身心柔软 也就是自己.... 要能够有自卑心 然後要有可塑性 不要剛強難調 自然感得清涼自在 也就是自己要能夠心 能夠坦然認運 盡量調伐自己 然後遠離二元 一些不好的因緣 在我們還沒有真的成就 你不用急著去撿不斷 你還要去攀員 這些二元只是可能讓我們退轉 或者被陷害 你想要抽都抽不掉 而且你要拒足善員 要祈求 因為佛度有緣人 很多的善員 過去我們不理解 在我們學佛以後 你要能夠明白 什麼是二元 不用再去攀了 不要浪費那個時間 到時候還得還 那麼拒足善員 就是祈求能夠 我們有一個善的因緣 能夠像我們在 這個法教裡面講的 你能夠在這個對境裡面 學習 就像 在佛注釋的時候 能夠在佛前 蒙佛的 聲言二教 來幫助我們 所以這個是我們該做的 不是只有念迴向文 然後我們當然 解怨四解這個誠意 我們要有 重點就是 我們不要再跟人家截惡緣 除非你今天是因為慈悲 你慈悲有時候 你非得 現憤怒向 因為現在啊 用講的沒有用 必須 就像軍人 軍人 你 不是在辯論什麼呢 就是你要 用實力才有辦法 用國防的實力 你才有辦法捍衛自己的國土 所以同樣的 你今天在立生 你從歸一開始就會有善神 來跟我們在一起 然後你受戒就會有戒神 那麼你能夠呢 宜教奉行發不離心 就自然會有護法 那你如果呢 願力兼顧呢 你後面會有金剛部的護法 所以包括我們講的 鬼神部啦 天神部啦 或是金剛部的護法 會來護持你的這個願力 你的這個佛心事業 我們繼續呢 再來一起 研習這些法教 我們再複習一下 上禮拜講的 關於我們行這個 類伯理心的部分 它有外內兩點 應該要持守 外修學的 第一個 就是我們 我們的對勁 可以這樣講 外面的這些 第一個 你不離開 傳授無我實意的 喪失或善知識 直到你正悟為止 就是我們講的 你有一個好的善因緣 一個對勁來實修 是 修學的 你自己可以承擔這個職務 已經自己可以了 這裡講的就是直到你正務為止 就像五主就叫六主趕快走 你可以走了 因為你已經正務 但是後面會有人要殺你 你要遠離這些 不要再還傻傻的 這些都是師兄交朋友 叫他趕快離開這個道場的師兄 第二個 捨棄對於入處國家地域階級敵友的分別念 也就是說你明明在這個國家 在這個地區或者你有什麼階級 但是你不要去執著 也就是你這些外來的最近因緣 你要捨棄 內心是捨棄的 雖然他有 他是你的長官部署 你是住在什麼縣市 他有 但是你內心是平等的 你不能有些分別的 你不能有些分別會起煩惱 你不能有些分別會起煩惱 第三個 文思修有關無我和空性的法教 就我們講 空證件 證件你有了 但是還要有空性的訊息 也就是加入波羅 然後禪定 空會跟定會是不二的 你心定不下來談什麼智慧 不可能 不可能 所以 我們才講 行深六度波羅蜜 你在行深裡面 你才會ains見烏雲皆空 如果自己的心那麼浮躁 沒辦法行深的 那 aqui很膚淺 所以我們就要知道這些Y的部分重點 講了三個 第四個 不執著於自身的姓名家庭肉體 這個是Y 肉體是Y 肉體只是我們的 怎麼講 躯壳 載具 或者是 它是我們的工具 你如果執著於這些 不是說不用照顧 是你不要去執著 不要去執著 像 主持大德 或史達普尼佛 他可以割肉 他可以挖眼睛 這只是他的車子 你缺一個車燈 我給你車燈 你缺一個輪胎 我給你輪胎 他不會去在意 這個 他把這個轉成什麼 盜用 例如說他去做義工 就把自己的體力 自己的身體 不管你是做什麼樣的香機 或者環保都可以 而不是拿來在意這個 姓名也是啊 我名字沒寫 我名字寫錯 或者是覺得自己是出生在什麼樣的家庭裡面 這些你就會黏在這裡 你有這些牽掛 你外面的牽掛沒有捨棄 你沒辦法修裡面 你沒辦法修裡面啦 你沒辦法修裡面啦 外面呢 要先能夠捨棄 不是割掉呢 你不能黏就對了 不能執著 那相反的 你要黏的是什麼 就是已經教授無我勝意的這個環境 但是沒辦法 六祖一定得 他已經開悟啦 他不但要趕快走 他還得不要被師兄砍啦 因為人家會嫉妒啊 會毀謗啊 他只好遠離生團啦 那麼內修學的部分呢 第一個不要認為名相是實物 因為外在的一切的標籤 名相 在你的內心並不存在 我們真正的內心 沒有語言文字這些東西啊 沒有你的身份地位 標籤 意思就是那是後面貼上去的 內心沒有這個東西 所以講內修學的 你要明白 你的內部要明白 第二個 應該承認構成世界 和眾生的萬法並無實性 雖然顯現 但僅是如夢如幻 也就是說你雖然看到這些物質面 精神面 乃至於呢 這些事項 眾生項等等 它就是因緣生 因緣滅 因緣所生法 它雖然有一個現象 它是夢幻 你內心要知道 這個是放在心裡頭 第三個 白天三次 晚上三次 你要探求 拘泥不同外向的這個心 雖然十無一無一無 也就是你要每天三次 白天晚上三加三等於六 然後呢 你要讓它因無所住 雖然呢 你可能會拘泥你的工作 你的親人眷屬 還有一些的現象 但是 你要 回過來 要回過來 要回過來 把裡面的這個十無一物的這個心啊 稍微關注一下 六次 三加三 有一個次 一個次 要問 這十無一無一無一無二 色 誰 是 身走 這是 他 觀察 小 張 它是空性没有边际的 虽然你这样子安住这个心 实际上无心可得 最后就讲 最重要的是你要精进地去修学 若能如此精进 你将可灭除珠魔并脱离轮回 就像我们讲的运动员 他的功夫是练出来 不是只有嘴巴讲 他是真的 一直每天可能练八个小时 十个小时 而且就是会 知道自己的状态 他自己状态自己要知道 因为不一定都是进步 他还是会起起伏伏 精进地修行 你也碰到那五十阴魔 他弄不了你了 因为你能够内外 这个修学 外的四点 内的四点 你的内魔也起不来了 外魔也起不来了 进不来 他一进来就化掉了 因为你的法界没有这个东西 当然了 你如果还没有到那个水准 你还是要祈求护法 护持 那你这种状态 你随时都可以移民 因为你在空性里面 你的心本身就是在法界 那么再来就是 直接和破界的分别 那么你获得内普利心界的时刻 就是当你从上师接受了 这个口诀的时候 这里就讲 大王祖师跟二祖讲 我帮你心安好的 因为他的盲点就在这里 他认为他有一个心不安 当这个口诀给你的时候 你体悟的时候 你就得到这个戒 当然 他能够断臂 然后 求法 这个已经可以说 就是从声闻 并且他知道呢 这个心没有了 对不对 他已经变成 缘起信空 他跑到圆绝了 他如果 相信 或者看到 达摩祖师 为了众生 所做的一切 这个 功德 他也会学习 祖师的这个菩提心 祖师老远跑来 被误会 被毁谤 也是冒着生命的危险 所以为了开选绝有心 他已经一下跳到这个 内普利心了 要看二绝跟 跟达摩祖师之间的 这个 因缘 所以他能接到这个传承 传承不是 不是那种 我们现在世俗 有一些想法 就是 一个证书 那么迫切的时刻 就是当你 追逐 世俗上的二元执念 而不能了知 自信无实存 你忘了 或者你没办法了知 你去追逐 世间的这些东西 分别的时候 你就迫切了 那你如果 检查念头 你马上就应该忏悔 马上要采取对峙的方法 不能让他这样子 这个缺口 你一破戒下去 可能就 就拉不回来了 有个地方不该去 你没发现说 你为了 一个贪图一个什么 你去了 完蛋了 你要回来就是 要花很多功夫 那么你如果 以在心来讲 你破戒怎么环境呢 你赶快拉回来啊 然后维持 没有分心的实相 你就安住 不要让这个妄念 又把你勾引了 把你骗走了 你这个念头 不要被拐走 那么你懂得知 正观 你心坦然 自然这些执着 就没有了 化掉了 你的心魔 没办法作用 那我们再讲 密普理心 那初夏佛母问上师 应如何修学生起 密普理心 上师达到 有十一点 要义 生起密普理心的 要义是 了悟 自信 无生的本境 离于一切概念 与源泉的限制 是 无作的 也就是 它的意义是什么 密普理心 是你了悟了 你已经了悟了 无生 就是我们讲的 无生法人 你对生人 法人 你对安住不动 而且你知道 你已经悟无生 你悟无生 然后这里 这叫做本境 你本来的情境 那么离于什么 一切的概念 和言权的限制 你都是说 一个概念 或者一个 一个言语 一句 寄语 什么 这个都是限制 是离作的 那么 无需要作为的 它不是有违法 它是任运自在的 它自然呢 会有妙法的安排 因为真空妙有 当然你要了悟 悟无生 它需要怎么样 你不停地 修普理心 你的福会增长以后 你就会到这个田地 它不是说 每天用功而已 是你真的要 如实地去练功夫 你真的要 舍弃一些名利权位 这是基本款 然后你真的要 修六波罗蜜 然后你真的要 修十波罗蜜 然后你真的要 感觉自己 要去觉友情 因为众生这么苦 你的慈悲必须化为行动 所以你自己要先学 那你就要从空正剑里面 这边三次 这边三次 你越张重 你就去施加行 好好的去磨掉自己 那么密菩提心 对所有下圣 自然是隐秘的 因为它根本没办法 去体会 因为它超乎 言权或信念 不可思议的 不可用意识心 去想它是什么 你想的都不对 方向的错 分类来讲 若细分有两种状态 主张本境是无休 汉主张任运 是本质圆满的无休 这是本质圆满 这里讲的本境 就是力端 那么任运 就讲的顿超 就我们一般讲的 力端跟顿超 就讲大圆满里面 那么你应该离于任何的分别念 就是 这里当然我们不用在文字上 它去分别 大概知道一下 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 你本来清静 它是无休法 你主张任运 它这里讲的就是 它本来任运圆满 也就是我们讲 它会运作的 它还是无休啊 它病没有有休 没有啊 它是妙友 妙友你说 就像那时候 提伯达多跟佛陀 因为提伯达多生病嘛 然后很痛苦 就求佛陀帮他 后来他在病里面 看到佛陀走过来 佛陀就给他加持 后来他病了 他就好了 很欢喜的 跑去见佛陀说 佛啊感谢你刚刚来给我加持 佛陀说 我根本没有 没有座义 也没去你那里 我在这里 我一直都在这里 因为佛陀的成就 牵出祈求牵出印 他不是说 他要去哪里 你既然 对他有信心 他就能加持到你 因为佛陀心是 没有边际的 不是说他有神通 这不是神通 你要讲 神根本没办法 到这个水准嘛 他可以牵出祈求 而且他应该 献什么身 献什么身 你今天如果说是 提伯达多 可能他就献 佛陀身 但是如果是其他没有学佛的 他只是听说有个佛 他可能献一个医生的身 他没有一定的形象 再讲行者的特质 修持密佛陀身 修持密佛陀心的行者特质 是必须为最上根器 对一切具体的现象 都感觉到艳离 说假 唯有具备前述修学的人 才能够如此 那么这个行者 那么这个行者 你要有这种根器 什么叫做 这个 最上根器 也就是前面讲的这些 你我执也破了 法执也破了 也就是你从六破罗密到十破罗密 那我们也知道菩萨 他不入甚深的这个禅定 他其实他空直也破 但是这里没有讲到这个空直 因为我们一般 你真的要 这个 真空妙也的时候 他就对于 具体的现象会感觉到艳离 因为他知道这些如梦如幻 然后一堆人去追逐这些 他会觉得说 想要远离 像我们修行 看到好多的活动 你真的不想去 而且有点艳离 因为觉得浪费时间 明明有很多很重要的事 可以做 可是呢 却没有呢 没有做 然后呢 还 这个 执迷不悟 第五个 双界的对象 传授你密菩提心界的人 必须是已经正得法身 去于明点 而安住于 无作大空 境界中的人 错假 这唯有已经正得大圆满十亿的丧师才可以 这里就讲 大家要明白 这个明点你也可以称为物质明点 还是智慧明点 或者你可以称为普提心 当然 这个 这里有讲到法身 具一 讲的就是你已经正得法身 它是一针 法身多重要 你有了无我的空性 你才有功德 然后你持续的增上 你会有什么 会有三立 不是三立电视台 是你会有功德力 如来加持力 以及法界力 因为你普提心固 你要让一个人解脱 他因缘成熟 你就讲 你可以解脱了 他就解脱了 他乘坐莲花就上去了 他不用啊 很多的这些作为 那么这里就讲 错假 已经正得大圆满十亿的丧师才行 也就是他必须是实修者 实修才能够实正嘛 正得的意思是 你已经正得了 他是实修的 不是说我懂很多大圆满 这个是没办法传授 这个密普提心界 因为他自己都做不到 你没有怎么给人家 因为他必须有这个成就 我们这样讲 但你要明白 传承不一定有成就 不一定哦 你现在来讲 已经是不一定了哦 不像过去的传承 因为佛陀在讲 以心应心的部分 或者祖师 我们看祖师专 现在 很多都已经跟以前不一样 好 我们来诵释迦牟尼佛 行走 我们来诵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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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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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陀 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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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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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